我们这一次这一档展览的名称呢 叫做卡麦拉如律令 Alohomora Camera 非常非常绕口 那其实呢卡麦拉呢 它是一个希腊神话来着 在希腊神话里头呢 有一只 它是羊的身体 然后它是狮子的头跟蛇的尾巴 而且会喷火的一种怪物 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怪物 拉进来展览里头呢 其实它是一种混种的概念 一个混杂的概念 那主要我们是想要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混杂 对于不管是历史的记忆也好 或者是我们现在当代的处境也好 都是一种非常多元的背景的交错 所造就成的现代的状态 那如律令呢 它是一个汉代公文 一个很紧急的事件 可是呢在一般的大众文化里头呢 我们会最常想到的 反而是道士 僵尸道长的这样子的一个钢片 Alohomora它其实是哈利波特这一部电影呢 又用来开门解锁的一个咒语 所以这档展览顾名思义 我们其实是很希望 能够把所谓的历史记忆也好 或者是现代的状况也好 我们试图把它定格下来 然后呢再用一道Alohomora这样子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咒语 把它解锁 然后让大家透过艺术家的眼光 来重新思考 不管是过去或者是现在 以及未来我们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这档展览呢 我们邀请了八位艺术家 包括了五位台湾的艺术家 以及三位的新加坡艺术家 在展览市一里头呢 有两位台湾艺术家的作品 分别是张志忠以及郭佩奇 他们都是主要是用一个录像装置来呈现 那郭佩奇的部分呢 他请盲人来使用打字机 那他打字机的内容 他所叹叹叹来打字的内容呢 不是别的 就是旧金山合约 而张志忠呢 他是实际上到了澎湖去探查 广安东北方鸳鸯窟的这个地点 澎湖现在可能大家都只是 比较容易去联想到跟观光有关 可是像鸳鸯窟呢 他曾经是二战时期的一个军事地点 那慢慢的也被大家所忽略了 我们把第二展览是一分为二 其中呢有一间是用暗房来处理 这间暗房呢 我们展出台湾艺术家王鼎燕的作品三流 王鼎燕呢他一直以来呢 都会延续跟家族有关的记忆 然后搭配其他的 可能是历史传奇啊 或是神话故事 这样子来融合来做他的录像创作 第二展览室的另外半边呢 分别有三位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两个新加坡艺术家 以及一个台湾艺术家 新加坡艺术家李智 Justin Lee呢 他带来了一系列作品叫做星光计划 星光计划乍听之下很像星光大道 或是一种比较快乐的一个计划名称 那他展出呢是用奖牌的方式 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联想到 这个是不是跟运动赛事有关 所获得的奖牌 可是实际上呢 Justin他非常擅长的呢 就是用一种轻松或者是挥鞋 或是所谓普普艺术的这种方式 来去处理一些可能是比较严肃的话题 那另外一位新加坡艺术家叫杨伟惠 伟惠他非常喜欢中国器皿 或是古代的一些东西 可是在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当中呢 他是用纤维胶带的方式 不断不断的去缠绕 让所谓这些器皿的东西 用一个比较现代一个很不一样 或是一个透视感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那另外呢 台湾的艺术家黄战伦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呢 带来了神教以及肉块这两系列的作品 乍看之下他就是神教 他就是我们可能在庙宇或是绕境看到 大家会去抬神 由人民去抬神的这样子的教子 可是仔细去看的时候会发现 他的神教里头呢 所有的成分其实是来自于不同的电子零件 可能用主机板或是各式各样的小小的零件来组成的 那回廊里面呢 有台湾艺术家林佑胜的作品 佑胜他带来了一系列叫做 老师美教的美劳课 其实为什么会有老师美教的美劳课 最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美劳课呢 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的求学过程呢 美术课美劳课常常是不受重视的 然后或是被借去当作数学课 或是其他的课程来使用 我们甚至对于美劳课本到底是不存在 都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情 我们在堡垒厅前面的两个转弯处呢 大家可以发现跟平常的中山堂不大一样 因为新加坡的艺术家有瑞克刘威延呢 他特别为了这一次展览做了一件全新的创作作品 也是在中山堂取景录制完成的 那在这一件作品里头呢 其实是请了一位男主角跟一位女主角 来阐述台湾跟日本可能的一些矛盾 与暧昧的情绪 感谢观看